我幾乎一輩子在做糖科學 從台灣 我跟王冠燦教授做蛋白質 蛋白質化學之後 後來在末期 他開始用酵素進入合成精態的這個領域 我就對酵素的反應有興趣 所以去MIT 也是因為指導教授的引導 我就進入糖科學 然後又跟酵素化學結合在一起 這等於是新的化學領域 不管是酵素法或化學法 那個讓我成名 就是那些新的化學 你像更可以創造的住民 和補充的活動 已經全部都很繁殖 你幫可創造的 你就是 bring the natural of the world 和保護你 你也有看著 就把我的緣度推進去 我就是說 做菜,做菜來的 那個也是真的 因為我以前到MIT 我有帶大銅電鍋 那個蠻管用的 我要到實驗室之前 就什麼都丟在一起 就離開了 我們在做菜不是一鍋式嗎 A跟BC怎麼炒在一起 那你怎麼放的順序 會影響到口味啊 什麼什麼的 像是我也是一鍋式啦 因為我們體內要合成什麼糖分子 它是多種酵素混在一起 但是它有次序的 我真的對研究有興趣 我那個跟王教授是跟了八年 我當八年的助理啊 很少人會做這麼久的嘛 我當了八年的助理 其中當然念了研究所 拿碩士 我做了八年才出國啊 所以我拿碩士的時候 口試委員是我的同學啊 他已經教授了嘛 所以我才覺得我已經趕不上 我們要趕快進修 因為糖分子是生物界三大分子之一 也是我們最不了解的 所以我開始其實也是因為好奇 為什麼到處都有糖分子 但是我們又從高中的教育 都沒有仔細去看這一塊嘛 連大學也是啊 所以我是好奇啊 譬如說血型 血型是糖分子在決定 我們紅血球上面的糖分子的差異 決定你的血型 但是又我們經常聽到想 說血型決定個性 所以糖分子怎麼會決定你的個性 所以這是好奇嘛 到現在我們也不知道啊 為什麼A型不能給B型 B型也不能給A型 因為A型有抗體去對付B型的糖分子 B型也有抗體對付A型的糖分子 但是O型呢 O型它可以給A跟B 但是它不能接受A跟B啊 所以我們到現在也不了解啊 抗體從哪裡來 所以那一種好奇心就一直支撐我 想要了解這個糖分子到底在扮演什麼角色 我覺得台灣有很大的機會 因為是ICT跟醫療 兩個都是世界第一的強項嘛 但是這兩個強項很少互動 很少對話 所以深車會就希望我們當作一個平台 然後鼓勵這兩個強項的經營的能夠對話 那個基因的定序 所以本來花了38億啊 現在1000塊嘛 所以它這個整個 這個台灣貢獻 半導體的技術貢獻蠻大的啦 這個價錢降低之後 整個醫療整個診斷也改變了 所以變成不只進入個人化 進入預防早期檢測 這個大健康產業的那個規模多大呢 差不多現在是12兆美金 到2030年預測是會有大概15兆美金 就是全世界GDP的12%左右 所以相當龐大的一個數目 那裡頭的有關生技製藥 就是大概兩兆 那藥品當然最多啦 一點多兆 那醫材大概將近六千億左右 所以我是接著假如ICT進來 跟這個醫療能夠有合作 有互動的話 一定會推出新產品 那這個新產品你如果領先國際去制定規格 那你就就會領先世界嘛 所以我我是相當樂觀 就第一次嘛 第一次沒有考上醫科 第一次挫折 那第二次的挫折是 我當了助理當巴人 然後 碩士論文口師是我的同學 所以第二次的挫折 那第三次是這個翻大更多 我為什麼那個時候會想說 可能是真的 因為 我有五個印章啊 都不在我身邊嘛 所以我一直在打聽 我這一些印章到底是 是不是有蓋錯章或什麼 也都沒有 因為在那個氛圍之下 大家都不願意去 去仔細看這一件事嘛 所以只有到法院才 才能夠搞清楚 但是那個 那兩年 其實是兩年的時間 我就全心投入研究啊 所以我一輩子最多產的 就是那兩年 那在這裡啊 因為我沒有 不能出國嘛 連威爾奇都取消啊 我其實威爾奇講 是2016得到的嘛 我們做科學的 就是是非分明嘛 所以假如 我沒有做的事 不管你怎麼講 或者處罰怎麼清 怎麼樣 我一定要追根究底嘛 所以我 我會堅持到 完全釐清的那一天啊 那這個 假如是因為我的事情 能夠讓我們的制度更完整 那也值得啊 從流感就開始了 你看流感疫苗也是每年改變嘛 它之所以每年改變就是因為 你要應付這一些突變株 你必須要重新設計疫苗 所以理想的狀況就是 不管你怎麼改變我們的 打過疫苗之後 我們的免疫系統都有辦法來 來保護 我們的做法就是 讓這個糖分子能夠 進一步了解 然後把它掀開 讓免疫系統看得見 這個是全世界大概只有我們這樣做 那也證明 可以達到廣效的這個 這個目的 所以我們在流感 在這個 新冠病毒 那可能其他人類的病毒也可以 這樣子做 因為Omicron我們還沒有試 對 第二道是相當有效 因為你現在拿不到病毒株啦 所以我們製造 那個 Omicron的那個 那個基督蛋白在 在那個表面上 然後去看 我們這個疫苗是不是有效 所以我猜一定是有效 就是問題是多少 保護力有多強 就是360個洞 洞 在一兩秒鐘就可以 一個洞放一些液體 幾秒鐘就完成 一天我們可以測試 一百萬個 保護物 那以前啊 以前要多久 以前一天大概一個啊 就是 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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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街 你要走這一條路 要 真的要有興趣啦 有好奇心 就是要追求未知的這個好奇心 要持續 你有興趣之外也要持續 那你如果 往這個追求好奇 就是 以好奇心來追求這個真理 然後持續 你一定有重大的發現 一般年輕人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聽得懂這個意思啊 因為現在資訊時代 很多資訊是可以 可以從網路 學習 知道 那很多年輕人 他的興趣一直在變 但是你如果要有 有突破性的這一些 科學上的發展 你一定要 一直追求未知啦 一直追求未知 那 不能跳來跳去 要 要 鎖定一個 題目 一直 一直 去專研 不過 我只是覺得你要 走這一條路 一定要有興趣 對研究要有熱誠 有興趣 你才有辦法自稱 有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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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興趣